已經有60年歷史的觀塘偉業街開園到迴旋處 星期日改做十字路口 到星期一第一個工作日就已經塞爆了 觀塘媽媽又再一次給大家親切地問候 不少人就質疑 迴旋處好地地住什麼十字路口呢? 當區的區議員柯創成星期二在電台節目上就這樣解釋 其實大家知道以往我們60、70年代 觀塘區是一個工業區 很多工廠臨立 今天已經改成了一個商貿區 當中有不同的商客 以至將來政府在觀塘碼頭附近都有些項目發展 所以配合這件事 整個行動區就需要提供更加便捷的道路 例如天橋和不同的馬路方便使用者 即是本身改造十字路口原意是方便道路使用者 不過不少人就抱怨 原本三分鐘的路程現在失了半小時 柯議員又怎樣看呢? 昨日的情況據我所觀察了解 就是偉業街出開圓道的位置本來有三線 突然間就變了兩線 變了兩線的原因就是有一條線在巴士轉彎 是不似如期的 相關部門就將它在短期封閉作出一些改善 但這個安排上我覺得就未能夠設立 就是昨天早上的交通需要 另外第二個位置就是觀塘碼頭的巴士 轉出來的部分行車線 都未能夠完全開放 會令到昨天第一日上班日 就出現了一個交通制室 在我們昨天和政府部門運輸署 工程師溝通之下 它將兩條行車線塞出來 今早早都是暢順的 再問到綠燈時間是不是太短 柯創成就說感受到星期一交通燈號是有些問題的 但他估計經過相關部門的處理 星期二燈號之間的配合已經有明顯改善 只不過學校就快放完暑假 開學之後會不會又塞過的 這個擔心我都存在的 接下來開學的日子 其實那個位置都有機會成為一個叫做瓶頸位 我都不斷跟部門說 我下午都會再請部門來到現場 跟其他部門 交通部、運輸署、土木工程拓展署、工程全隊 再一次去看看還有沒有辦法 可以令到車樓行得更順